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识黄博士很久的 是老朋友了 那么有一天 我把我香港孙子 我有七个孙子 把香港最大的孙子带他的作业 考鉴带给李博士看 那李博士看了看了看 哇 他很多地方就是他有很多切发的地方 所以他成绩才会是这样 那我就问你博士 是不是他要做这个Program啊 他说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每天下午叮咚 補习老师 不久又叮咚 補习老师 他们请了很多補习老师 妈妈回来 妈妈在叫 爸爸回来 爸爸在叫 叫到最后孩子很累了 我的大孙女很累了 他爸爸也很累了 就做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 我女性的身份就越来越高 那我的孙女的头就越来越低 我看的我心中好难过 不应该这样教的 那因为是 不是我的孩子 是孙子 我不好意思管嘛 我只好进去环节 我偷偷的掉眼了 那么我就跟我女儿讲 你一定要买这个Program 你一定要买这个Program 那些 他们买了 他们用了 但是因为他八岁嘛 这个孙女八岁 八岁的时候 他工费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这个孙女啊 很贴心的 其实他很想到好成绩 但是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个Program卸了 用了 但是因为功课多 你还蛮停停 又做了 停了 又再做 所以效果没有这么快 但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他得到一个病 就是守住口证 那时候他整整两个礼拜不能上课 你们也知道 香港是12月份是大考的时候 两个礼拜一直睡在病床上 后来学校给他补考 当他去补考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他根本讲 他书写拿到85分 那我女性就说 这次的补习老师很好 我女儿讲两个礼拜 根本什么补习都没有补 后来我这个孙女 也是自己承认 他拿到这个学习这个Program过后 他好像记忆力记忆得多了 而且他很想拿好成绩 为什么呢 我们去年12月份 因为我们去到台北 我们在试份那边 我放那个天灯 那个天灯 我的孙女写什么呢 希望每次考试得85分 到时候我就心中 我实在是很难过 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是要拿好分数 但是他拿不到 不是他不要 是他不能 所以我进 过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 黄博士刚好到香港 但是我这个孙女又拿到100 他的应用 他的应用 还是要拿到将近100分 他说很好 为什么 他说现在他能够记得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这个 这个Program能够帮助到很多的小孩子 那么我新加坡的孙子呢 他4岁 孙女4岁 为4岁功课不多嘛 讲了好多次了 我女儿才要给他的孙女 他的儿女儿用这个Program 但是当我用这个Program 我发现到一件就是说 我如果每天跟他做 因为我看妈妈很忙嘛 然后我就叫他过来这边 我来导致他 你看我做的整本 这个是他的整本 从这边每天做 第几天大几天我写下来 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我每天做的时候 我发现到他进步的很快 他能够记他就咚咚咚 reverse他就咚咚咚过来 他会想到自己的方法来做的 我不知道他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 但是当他每次来做的时候 每一天每一天我能够感觉到他的进步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孙女不是说我自夸 我看我这个4岁的孙女每天做的时候 他的眼睛转得很快 而且他很灵活 所以你说我在路上还是在飞机上 隔壁做的一个像三次我回去古今的时候 隔壁做一个小孩子 我说这孩子你几岁啊 我像大概三岁吧 因为很迟动 他妈妈讲四岁 讲起来还比我的孙女大 我就心中很感动 我就把这个program介绍给他 但是他信又不信那样的 所以当现在我在路上看到小孩子 我觉得哎呀他应该用这个program 哎呀他应该用这个program 对他一生帮助是无穷尽的咧 但是很多很多家长都不能够接受我的讲法 那我享受我们八十大没福气 好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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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